4月11号下午 在雅阴市宝新境内的四川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一只原本体弱的野生大熊猫 经过工作人员细心救助后 体能恢复顺利回归山林 据了解 这只野生大熊猫是日前风筒寨保护区寻护员 在菜坛沟区域寻护过程中偶遇的 当时这只野生大熊猫正在下山觅食喝水 通过寻护员仔细观察 发现其状态欠佳行走缓慢 我们是搞那个就是寻护监测 我们就有点进去 我们就监测一下现在这里面 当时我们走到这的时候来 就发现了一只大熊猫来到 他就走这点慢走慢走都走下来了 走下来了过后 我们就有点点就就地观察他 始终是他那个行动都是很缓慢的 我们就地观察了有几近两个小时 这样的话我们就给我们管理局回报了这个情况 但是这之后管理局就派了就是我们那个官府的联系 就阻止了一批人进来就地观察他 这一直到现在 这个身上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的行动这些他都是很慢 身上的熊猫的话呢 他动作那些很敏捷的 因为他通常就是说我们有点就地观察 就是说就地观察他给他偷了一些食物嘛 他喜欢这个大熊猫喜欢吃的时候去 要那个我们的地儿拿上那个田猪啊 猪笋啊 给他个头对给他自己吃 四川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接报后 立即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观察监测 就地就近对其及时有效看护 根据专家分析判定这是一只雄性大熊猫 年龄十岁左右体重约六十公斤 时值庆祝大熊猫科学发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 该大熊猫是在菜唐沟遇见 工作人员给这只野生大熊猫起名为菜庆 目前这只大熊猫已经恢复正常身体状况良好 这个从就是大熊猫国家公园 就是保兴十年就是开始以来 我们封在保护区和这个保兴县 人民带还林业局这些都加强了 对这个就是大熊猫气地 那这个就是驯服 在近日呢我们这就是官府院驯山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就是大熊猫 就是这个大熊猫 当时发现的时候呢 它就是有点就是踢着 然后我们官邻局决定呢 就是九地那个就是 救服它就是这个九地那个头丝 让它恢复体力 经过我们今天这种头丝呢 它足够恢复体力了 现在它就是准备就是回归就是大自然 十一号下午在春日的暖阳里 野生大熊猫蔡庆一边敏锐观察周围环境 一边享受着工作人员投食的新鲜竹笋 徘徊近半个小时后 在工作人员的目送下 依依不舍地走向丛林深处 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园 今年是大熊猫科学发现150周年 亚安是全球唯一一个实现大熊猫发现 保护繁育野化犯规完整历程的地方 宝新是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 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 截至2013年底 全国共发现1864只野生大熊猫 超七成分布在四川 宝新共有一百八十余只 每一只都弥足珍贵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 宝新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和巡护监测力度 现在的宝新生态环境更加优良 保护能力更加科学 近年来宝新县境内村民曾多次遇见野生大熊猫 并目送其走回山林 今后宝新县将进一步强化巡护监测保护工作 让野生大熊猫的生活环境更加优良 更加和谐